大家好,我是老王 现在修一台美迪的电磁炉 电磁炉的问题是间歇加热 就是加热的时候断一下停一下 我们开机看一下 加热一下停一下 然后我们拆开检查一下 像这个电磁炉一般的是间歇加热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出现在同步电路或者是滤波电路 我们拆开这个主板 然后看到这有一个可调电阻 像大部分这个电磁炉出现这个故障 只要是有这个可调电阻的电磁炉 一般都是这个有问题 我们先测一下这个可调电阻 这个可调电阻是501 这是500R的 现在这个电阻变成11K了 11.74K 明显组织过大 我们把这个拆下来换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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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划好以后我们再同点试一下 开机 现在好了 现在没有出现断续加热的状态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评论加关注 再见